金龙路位于台北市内湖区 早期为灌溉沟渠 两旁都是农田 而现在却被都市建物所取代 因此郑允强里长以文资保存为出发点 不希望历史文物消失的情形再度发生 他推动金龙路故事街一号文师保存计划 亲自寻访在地其老 并举办多场工作坊 请他们分享邻里故事 你不说我不说长你不说 未来就没有人知道在地的故事了 所以我们希望为未来留下 金龙路的发展来过 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口述历史 经由考虚之后 我们编列陈册命名为金龙记忆拼图 再由美术老师找到金龙记忆拼图当中 1950年代到1980年代 我们把它分为春夏秋冬 是个季节人龙村生活 把它拼贴出一张就是金龙唱曲 然后在大途输出 用数位的方式 交给第五国小高年级的学生 来参与才会作色 目的是希望以低收入的方式 让他们有历史的共感 未来他们经过我们上语的悬化出来之后 经过上语他们会很炫耀的讲说 这块田这道桥 这个人是我作色的 旁边的人就问他说 你这个为啥 他就不得不必须要了解这一段的故事 那我们的扎根目的就达到了 藉由里长、当地其老、画家及庇护国小师生 众人一连串的分工合作 将共同打造属于金龙里的金龙上徐图 使年轻一代都能更了解并关切自己的家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